2022年玫瑰花车游行将于1月1日周六举行 唯一的华人代表花车 中华航空的环台湾骑行花车已经出现雏形 义工们在努力赶工 沾上种子和花伴岁 希望在1月1日向公众展示成果 中华航空参加玫瑰花车游行已经长达34年 今年花车的主题是环台湾骑行 花车展现了亚洲最令人兴奋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台湾 当地对自行车的热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该花车的亮点是骑自行车出游的家庭 体验到的美景 嗅到的气味和品尝到的口味 花车长55尺 宽18尺 高25尺 描述热爱骑自行车的家庭 带着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小狗出行 他们在拥有铜花、兰花和樱花的壮丽景色下骑行 他们还沿着阿里山森林铁路骑行 直达阿里山最受欢迎的山区度假山地 当然 如果没有新鲜的菠萝、芒果、猪肉饭 和一杯举世文明的波瓣奶茶 任何旅程都是不完整的 花车预计使用花朵数量为2万朵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 该花车采用了鲜花和干燥材料 花车底座上将铺满各种兰花和色彩鲜艳的玫瑰花 狗狗由草制作而成 而人类则装饰着紫色的星辰花 绿色的豌豆、麦柑橘、橙色小扁豆 自行车上覆盖着黄色的豌豆 轮胎由黑洋葱种子制成 火车上装饰有红色蔓越莓种子 蓝色星辰花和大米 波瓣奶茶则由芝麻、棕色亚麻子和抗奶星组成 猪肉饭碗由全麦白米、全黄豌豆制成 黄金泡菜腌萝卜由黄色稻草制成 中华航空从1987年开始参加玫瑰大游行 2022年是中华航空连续第34年参加该游行 因为该航空公司表示星系地球 参加玫瑰游行的主要目的是传递关于环境保护的信息 也是该公司治理的重点 并表明致力于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并减少碳排放 保护现金和子孙后代的自然气候 华航很荣幸自1987年以来 28次获得各种奖项 华航将继续恪守 玫瑰花车游行的使命宣言和年度主题